2010年6月29日,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式签署 但它只是一个框架,后续还有四个协议需要完成 包括投资保障协议、服贸协议、货贸协议与争端解决机制等 而对于ECFA的后续处理,民进党的态度一直在反复 2011年8月23日,计划投入2012年大选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发表所谓十年正纲 当时蔡英文表示,2012年若民进党上台,会遵循程序和国际规范处理ECFA相关事宜 我们会把整个ECFA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而且让社会知道,这个ECFA它可能对台湾的社会带来的利与弊 那么人民它自己会做一个判断说,有没有要公投,进一步公投的必要 而在2012年选前关键谈话中,蔡英文又表态称,会概括承受马英九时期的两岸协议 2012年8月9日,耗时近两年的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 和海峡两岸海关合作协议正式签署 2013年6月21日,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上海顺利签署 该协议明确了两岸服务市场开放清单 在早期收获基础上更大范围的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为两岸服务业合作提供更多优惠和便利的市场开放措施 大陆对台开放共80条,比世界贸易组织还要优惠30% 台湾对大陆开放共64条,却大多低于或等于台湾的世贸组织入会承诺 充分显现出大陆方面对台湾民众最大的善意及诚意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台湾明显获益的协议 却在岛内遭遇各种污名化 2012年选举落败后,民进党马上翻脸 先是大肆制造舆论,抹黑服务协议 随后在台立法机构上演全五行 强迫服务协议逐条审查表决 还要求针对各受影响行业举行公听会 而按照民进党的要求,16场公听会开下来 服务协议的审议时间被拖到2014年3月 其实也可以一面审查,那一面开公听会 这个并没有影响,为什么一定要公听会开完 才能够审查呢 我会带着这支榔头到委员会 给国民党迎头痛急 海峡两岸服务协议公听会第16场应语 3月10日前办理完毕 到了2014年3月12日 台立法机构联席委员会开始审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而民进党早已在民间完成舆论动员 服务协议被冠上所谓黑箱作业、卖台等污名 在当年3月17日台立法机构联席会议上 时任国民党及民代的张庆忠宣布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查超过90天 依法示威已经审查 强行送交台立法机构存查 此局引发部分民众不满